有人认为在我的这个 有后轮的汽水里面放了个沙子 然后在我行车的过程中 是慢慢漏气 在我年开的话很危险 有可能会爆胎 要说现在出门什么最难 小编想说的就是 行车难和停车难了 现在的车辆实在是太多了 严重超出了该有的承载量 导致城市交通拥堵严重 随之而来的就是停车更难的问题 所以就不免会产生很多 因为停车问题为产生的纠纷了 家住姑娘的谢女士找到我们说 她开车上班的时候 行驶过程中 一直感觉自己的车子 总是偏离正常方向 甚至不小心撞到了路边的石压上 通过路人的提醒她才发现 自己车的轮胎居然一点气都没有了 对方提醒她不能再继续开了 不然会有爆胎的危险 之后谢女士到了单位后 就联系了修车师傅 师傅检查后给她的答复 却让谢女士看得惊出一身冷汗 然后不退师傅来看以后 就发现了有人认为 在我的这个有后轮的气嘴里面 放了个沙子 放沙子后她又把气嘴拎进 然后在我行驶的过程中 是慢慢露气 看了修车师傅的短信后 谢女士很是后怕 于是她仔细想了一下 会是谁对自己做出这样的事情 谢女士想不明白 对方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小动作 谢女士说 幸好自己只有遇到了小事故 并没有伤到自己或者路人 不然后果真的不开设想 这样的行为看着是很小 但是如果有个如果 造成的后果可能是车毁人亡 这个是不能被原谅的 如果思路好想问我想告诉的话 如果在做的行事过程里面 都有可能会发生暴态 都有可能会发生裁则人亡的眼中 才会死过 谢女士心存疑惑 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查看了一下小区的监控 结果这一看 居然看到了不得了的事情 谢女士在监控中看到了 他们小区附近的洗车厂老板 对她的车下手的整个过程 谢女士和洗车厂老板已经见过面了 对方给出的原因是 谢女士的车停的位置不对 影响了他们洗车厂车辆的进出了 她一时生气才会那么做的 对于谢女士乱停车的行为 谢女士表示 她接到误管电话 就赶紧赶过去挪车了 就算她是有错在先 但是对方做出这种 可能会损害到他人生命安全的行为 还是太让人细思极恐了 谢女士有些不能原谅 第一 我希望她捣钱 第二点 我希望她承担我还泰的全部费用 我们跟随谢女士找到了洗车店老板 对于谢女士遭遇的事情 洗车店老板也坦诚地承认了 对于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洗车店的老板解释说 当时是谢女士把车停在了通道上 还没留电话号码 她通过误管也没有联系上车主 本来就有急事 又看到对方把车停在不该停车的通道上 所以就有些气不打一出来 做出了冲动的举动 对于谢女士提出的 让她承担全部的修车费用 洗车店老板表示 她还是不会接受的 她承认自己有错 但是这个错误不应她全部承担 事情的起因是因谢女士乱停车引起的 所以她认为这个责任应该各占一半 她可以承担一半的修车费用 双方的意见始终没有达成一致 最后还是不欢而散 对此谢女士表示 这个事情她会追究到底 下一步会走法律程序 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认为这个事情中 谁对谁错呢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